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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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长腿跑出来的 行啊 这书长粉实了 知道有人想的了 自己出来溜溜弯透口气 小波 你说这样的话有意思吗 我说这话没意思 你说也有意思的话我听听啊 行行行 咱们都别说了行吗 我把书放回去 话还没说完呢 孙老侠 看了就看了 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你心里有事吧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确实不是我拿出来的 那是谁拿的呀 我哪知道啊 好 就算是我拿出来的行吗 咱们都别说了 我去做饭了 别走啊 什么叫就算是你拿的呀 说的跟我冤枉你似的 你就是冤枉我了 我就是冤枉你了 行行行 行 拿走 不想呢吧 拿着这书掌子去 走 李小波 你太欺负人了 我欺负人 你们一个个都欺负我的吧 不管我是去前线冲锋打仗 还是我去牌手所自首 我都会在遥远的地方思念着你 而且这种思念是甜蜜的 孙老侠 从一开始就没人把我当回事 我算个什么呀 我就是个屁 我还告诉你咱俩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孙老侠 你今天说这句话有意思吗 没意思 没意思离呀 离现在就离明天就离 今天晚上就离 好 咱们先就离 你说离就离行吗 爸爸书是我拿出来的 我找电灯机车的肉翻出来的 甭管这书是谁拿的 谁也别让我看 看一看我就烦 小波 你不能这样啊 你三天两头摔摔打打 一身一鬼的 咱们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孙老侠 我一身一鬼的 是你心里有鬼吧 我应该是你心里有鬼 是你心里有鬼 我的天参 我尝尾 你不相信 我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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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缺 我尝尾 我尝尾 签个字吧 什么呀 离婚协议 你签吧 小两口过日子吵架 你还当真了 我说的是真的 你昨天不都答应我了吗 赶紧签吧 等着等着一会儿再说 你先别看了 赶紧签 告诉你一会儿再说的 这欧阳峰和洪七公马上都决斗了 干嘛呢 我什么干嘛呢 你赶紧签 签完我就搬走 咱们俩各个各的 行行行行行行行 就是千个字离个婚嘛 今天敲了今天离 你给我还一钢笔 你给我还一毛笔 你干嘛呀 你这不成心吗 小波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咱们俩这样成天打来打去的 我都烦死了 有意思 我觉得没意思 我一分钟都过不下去了 你跟我过没意思了 你跟谁过有意思啊 你 你们俩商量好了 我跟谁商量好了 哎呦喂 周三庆啊 你瞎说什么呀 你瞎说了 今天跟我离婚明天跟周三庆领证的 你小酸本打得够好的呀 哎 要不然我去跟周三庆说说 他要不嫌弃你 我给你们俩搓搓搓搓 李小波 我跟你离得婚我跟谁都不接 没意思 哎呦 咱俩好歹也过了这么多年了 我哪能看着你一个人混蛋蛋的呀 你要不跟周三庆好了 你混蛋 李小波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这么说你的朋友 说完了吗 解气了吗 我混蛋 我十年之前就是个混蛋 我还有更混蛋的呢 你看好了 哎呦喂 街坊子林都出来看看啊 宋小霞又跟我离婚了 他要跟周三庆好 今天跟我离了 明天就跟周三庆办事 周三庆就是周家老三 人家喜腾瓜子都准备好了 大家出来看一看 我给大家发喜腾发瓜子啊 你疯了吧 我疯了 怎么着吧 他宋小霞就是个白眼狼 连孩子都不要了 说跑就跑啊 十年前脸上就有一腿 现在终于续上了 大家快出来看一看吧 这日子可没法过了 好 喂 喂 你找谁啊 你找谁 是三庆吗 是我 你是小霞 是我 我想见见你 好 喂 呀 银行 你 你 我 你 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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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劝你 我没有结过婚 可能我没有权利对婚姻直直点点 别轻易受离婚 真的是要离开了 那时候你再回过头去想想 过去再次见 在一起的日子 也许你会后悔 原来过去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离婚 她不同意 可是在一起我们就只有争承 我一个人的时候 心里无数次的劝自己 多去想她的好 可是胖的面 就像噩梦一样 很多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欢天许地 可是到最后 都是你死我活 你爱她吗 我不知道 我也说不清楚 也许爱过 可这种爱不是我们小时候那种 小时候 你爱一个人 就是时时刻刻地想的 惦记的 想知道她在哪儿 想知道她在干什么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 只是觉得 该回家 该吃饭 其实你们已经习惯对方 可是我不想为了签就习惯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跟她生活下去 你和她在一起会遇到麻烦 和别人在一起一样会遇到 习惯是什么 习惯是什么 就是感情 我这样下去会死的 不会的 一个人没有那么容易死 一个人能承受的东西其实很多 咬咬牙都会过去的 可是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当然有意思了 一个人 生活在世上本身就是有家族的 我想结束了 我受了 每个人的感情都可以选择在什么时候开始 可往往是没有选择的时候结束 这是弱者 你要坚强 我不想那么坚强 太累了 我确实想离开她 也许当初我们结婚就是草率的 草率的结婚已经是错误了 别再犯第二次错误 草率的离婚 我记得你以前常常说 你不会后悔 可人真的不会后悔吗 我真的从来不会后悔 因为后悔没有任何意义 我现在很后悔 我现在很后悔 后悔没有等着你 等你回来 你选择我不一定是对的 选择她不一定是错的 是因为你已经看清楚了 还没有机会看清楚而已 三千 你的心态一样 没办法 生活让我必须学会坚强 你 你爱过我吗 你不应该吗这样的问题 十年前 你走了 去了青海 我下定决心要等你回来 我告诉我自己 我这辈子是你的 我的心里不可能再有别人 只有你 小宝儿 周三千 可是你 我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想的 我几次感觉心还看呢 你都不愿意见我 我给你写的信 也都被你推了 我每一次坐着火车回来的路上 我都在想 你说过 只有遥远的思念 才是最浪漫的爱情 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是 就像你现在坐在我对面 你就在我身边 我还是想 小强 我还是想着 你去做这个 都会让你做好 我非常开心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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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好起来 不要因为我破坏你们的声音 你记住 多想想他的好 坚强生活下去 好 我记住 为了你 我也要好好生活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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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清哥 不好意思啊 没回应打招呼 我就自己进来 没事儿 好望角本来就是你的 要不然我怎么会把钥匙给你呢 我是来送资料的 没想到碰上你了 我没打扰你吧 没有 我只是已经不认识这里了 那么多楼 那么多灯 以前这里叫好望角 就是因为看团圆 所以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都长大了 这世界还不得变变 其实啊 好多事儿都已经变了 我听小霞姐姐跟我说 说你掉到西郊美厂工作了 是 那不就是跟小波哥哥在一起吗 对啊 他难为你了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只是有点担心他和小霞 小霞给我打电话 说他要和小波离婚 我知道 小霞姐姐给我打电话了 那电话里他一直哭 他说他要坚强呢 就自己一直掉眼泪 真希望能回到十年前那样 我们四个人 喝酒唱歌 真希望他们能幸福 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你有什么办法 那我不能告诉你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我先走了 哦 对了 你要是渴了的话 这有水 饿了 我抽屉里还有饼干 我就不打搅你一个人享受孤独了啊 对 孤独有时候 是一种享受 我走了 小霞姐 小波哥哥 小霞姐 你真想好了 真打算离婚 小霞哥哥 你呢 人家都想好了 我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不行 离婚 签字 反正待在一起也是生不如死 既然在一起过着都不痛快 离吧 拿着呀 签 签 签呢 以后谁也别耽误谁 哎 小波哥哥 没准以后 你还能找个更好的呢 小霞姐姐 你也是啊 签啊 都不签是吧 没勇气 那你们以后就别再闹腾了 那你们以后就别再闹腾了 小波 咱们俩好好过日子 行了 既然这样 那以后就好好过日子 别互相找对方的不痛快 后天我过生日 我想请你们 还有三亲哥哥一起在我家吃个饭 咱们四个人 像十年前那样好好聚一聚 小梅 最近单位挺忙的 我还是不去了 小梅 最近单位挺忙的 我还是不去了 小梅 小梅 你不去了 就算给我过个生日总可以吧 行了 就这么说好了 后天 我家里见 你找谁啊 我找周三庆 你等一等啊 三庆 三庆 你身边的朋友又来电话了 三庆 接电话 来了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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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他 他就来好好聊聊 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 是啊 一切都会过去的 那先这样吧 明天见啊 三庆 那个女孩请你吃饭了 对啊 还有小波和小霞 那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不胖不瘦不高不矮 可没说一样 胖的是冬瓜瘦的是黄瓜 不瘦不胖那叫茄子 她到底什么意思 人家有啥意思呀 就是一个朋友 我也跟你写那么多信 可能可能他是可怜我吧 不对 一天两天那叫可怜 十年八年呢 那就不是可怜了 那叫感情 对 可能可怜也是一种感情吧 朕说对了 可怜也是一种感情 到了时候你甭管她是 咸了淡的香了臭了的 有了感情她就是感情 要不那大青 季红怎么在麻眷村好上了 二青玉枝 怎么扫马路扫厕所给扫一块去 感情 他们是因为寂寞 因为孤独 两个人在一块才能感觉到温暖吧 你甭管她是寂寞还是孤独 有了感情啊 她就得在一块过日子 分开了她就别扭 她就惦记心里就添堵 我告诉你啊 别把快蒸熟的包子又让给别人 在煤厂干得怎么样 挺好的 办公室那办事员都干什么呀 就是打打水 扫扫地 挺轻松的 小波怎么样 还可以啊 都是好朋友 难道还一辈子闹着别扭 板着脸啊 那个小波可是个小心眼啊 小心眼也有她的好处嘛 不忘事 你能这么看就行 不过 你身边的那个朋友 要引起重视了 你都快三十了 面下了锅不能捞煮肉 该捞的时候就得捞 捞到自己的碗里头 那才是自己的呢 人家又不是少子面子 再说了 我是老改回来的 不合适 这是我小的时候在北京上幼儿园 这是我在北海公园 那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北海公园旁边 然后我就冬天的时候去北海公园上滑冰吃糖葫芦 你看这白塔 这是我跟我爸妈来安城的时候拍的照片 你看这个 这个是我在城墙上照的 这个是我跟我大学的同学在海边的时候 当时玩的特别开心 你看这个 这是我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 你看这是我我多傻呀那时候傻不傻 你先走 你看这个 这是我爸帅吧 我爸是个古建筑专家 原来研究那个敦煌木高窟 现在改成园林文化了 这是我妈妈 我妈妈是我爸爸的小助手 莫他们现在正在忙着调动的事情了 说不定很快就会调回北京的古建所了 每个人的家里都有本历史书 有一半是装在心里 有一半是留在照片上 这小小姐姐跟小波哥哥怎么还不来呀 咱们说好吃饭的呀 他们不会来了 为什么呀 大家心里都明白 很多事情 不是吃一顿饭就能改变的 可是小小姐姐当着我的面 把离婚协议书都撕了 其实那改变不了什么 可是你还是想改变他们 你想让他们过得幸福甜蜜 人总是想要改变别人 却忘了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什么 改变你自己 小小姐姐其实是爱你的 是喜欢你的 可是你却让她跟小波哥哥在一起煎熬 你为什么就不敢接受她呢 我没有这个权利 我没有权利拆散他们 让自己得到幸福 人不能那么自私 自私 你现在就不自私了吗 你明明知道小小姐跟小波哥哥在一起 是痛苦的煎熬的 可是你因为你自己的信念 你让他们还是那么煎熬痛苦 他们现在已经过不下去了 已经绝望了 你看不出来吗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绝望的人 我刚刚到青海监狱劳改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自己是个英雄 觉得这一切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和魔力 可时间一长就绝望 就开始数日子 盼着出去的那一天 每天都悄悄在墙上画上 一到就是一天 密密麻麻画上了一片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明白 这种绝望都是自己给 就像当初我刚刚在监狱的时候 每天都很快乐一样 所以我就不再画了 我就想象里面和外面是一样的 或者我本来就应该生活在那个世界 直到我不再盼望 时间过得快一点的时候 我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希望都是在绝望之后出现的 对不起 可能我太固执了 对不起 我也太固执了 但是人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不坚持的话 你就不是你了 我也不是我了 你确实不是以前那个小豆包 你也不是以前一气用事的三亲哥哥了 我们都变了 我们都变了 是 今天他们不来 那就只有咱们两个吃了 你多吃点啊 全吃了 好啊 川阳肉 我以前还没吃过呢 真的 那你借这个机会你好好吃 我准备这么多菜 你多吃点啊 这肉 吃 你喝酒吗 我家里有我爸 放了好酒 不喝了 自从十年前 以前我们在好红角喝过酒之后 我就再也没喝过酒了 今天既然是你的生日 我就以水带酒 祝你生日快乐吧 来小豆包 哎 哦 成校梅同学 祝你生日快乐 我告诉你的秘密吧 既然是秘密 那你可千万别告诉 我偏要告诉你我就要告诉你 好吧 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 什么 我就是想找个机会 让你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看我很可惜 只有我们两个人来了一个 怕别乱 没事 真理越辩越明 开车 哎 那你告诉我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到时候我给你做一碗扫子面吧 我告诉你 告诉你你也紧 吃吧吃 把那个哎呀太烫了你拿那毛巾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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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帅 你怎么办啊 哎呀 走了 他们走吧我回去了 你不想让我送送你啊 你已经送我这么远了再送我就到家了 那你可以再送我回去啊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谁啊 小霞 他曾经也这么对我说过 如果我送他走的太远了 他再送我回去 如果他又送我走的太远了 我再送他回去 那咱俩也可以试试呀 时间就是金钱 我还得回去上班呢 你回去吧 我走了 曾经哥再见 说什么 你快点 跟我说完啊 哎呀没闻啊你 唉呀扭到你 得到你 试上啊 笑嘴 抓到 拿到 太扯了 一张 你今天套败啊 快出来出来出来 看啊 Might 快啊 哎呀 来果然 还在那样 给我不住 这行吗 行 再这个档 潇 来 来 我来 大理 没没道理 大理 打理 打理 你怎么那么爽啊 哎 摇摇 哎 摇摇 来 坐 坐 坐 来 坐 坐 来 坐 坐 坐 来 坐 坐 来 穿上新鞋 你不是白花钱吗 不白花钱 行了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账我都算好了 要当科长了 脚下没鞋穷半截 什么 这双鞋都穿了多少年了 这科长还没影呢 怎么没影啊 厂里人都说了 我们计生办的人都知道了 他们跟我说这回肯定是你了 厂里提拔谁 先跟你们计生办的人说 我们那消息不是最灵通吗 可笑 真是 没错 是要提拔宣传科长 但不一定是我啊 我还觉得是叶子呢 叶子她才到宣传科干几年啊 她是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吧 五六年才 你呢 你呆了八九年了 甭管是怎么论都排不上她 是工作能力还是呆的年份 怎么能排上她呢 肯定是你啊 行行 我当科长 就是换上 这叶子也真是啊 我有点想不明白 你不知道啊 我听李叔说啊 那小白 早就想把叶子 调到师范大学去了 到大学去当老师多好的事啊 他干嘛不想去呢 当老师还有寒暑假呢 加起来大概得有三个多月呢 工资还照发 这么好的事 我真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不去啊 搞不懂 要说啊 这个叶子和小白 确实有一些奇怪 嗯 怎么不对劲了 他们俩总是在场里啊 表现得很恩爱很高兴 而且经常表现得有点过分 可是这么多年了 他们俩始终没孩子 你说他们怎么想呢 谁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呀 人家都是文化人 肚子里的墨水多了 想法就多呗 敢不懂 你看 嗯 人家吧 下班了 都着急回家 可是叶子不 他喜欢加班 就是不愿意回家 是吗 嗯 不会是想跟你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一些吧 放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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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